华盛顿DC的这个放流水标准 也只能做到这个BOD 只能做到两个PPM 东京市的多摩河 也只能做到五个PPM 那日本的国家标准 还维持在20个PPM 所以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说 今天能做到零污染 那百利对宜蘭县百利而无一害呢 我们觉得这个更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台硕一再提到零污染 或百利而无一害呢 我们是觉得今天完全是漠视事实 另外台硕也提了相当多的承诺了 譬如说台硕王董事长本人 就一再强调说这个六青 一定要宜蘭人90%赞成才会来 只要有10%以上反对 就不会到宜蘭社长 但是当我们向王董事长建议 说既然民意这么重要 我们何妨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民意策 这个民意 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来了解民意 是很公平的做法 但是台硕反对公民投票 那台硕导师提出了 说这个可以打切结书 可以保证了 说将来生产之后 如果有污染可以马上停工 我们来想一想 今天这个设厂前的承诺 都没有一时要履行了 那设厂之后 怎么可能去要求呢 我们明来话有一句话 叫做 那从台硕这个林污染百利而无一害 甚至说明明这个厚务税 印花税 这个银利税 那等等都是国税跟省税 他们一再对外发表 说这个可以增加宜兰县 十亿左右的税收 通通是归宜兰县政府 市值上六亲在宜兰设厂了 宜兰县一年只能增加 大概四千五百万元左右的 这个地价税跟房屋税 那至于说能提供宜兰县 多少就业机会 台硕从一万多 说到如果中下游产业 在宜兰发展 十万二十万 甚至有一个报纸 说到四十五万 老实说 宜兰县真的 六亲的相关行业 真的在宜兰县 能提供四十五万个就业机会 那我想宜兰县一定要成为 第二个三重市 到处都是这个压出成型的工厂 设出成型的工厂 到处都是做塑胶带的小机器厂 那大概都是乌烟瘴气了 总之一句话呢 我们觉得台硕的这个诚意 可疑 信用不足 台硕一直说 要等到这个 一九百分之九十一张 欢迎才才会来设厂 请各位看看这张图 这个是台硕 最近公开招标的 丽泽工业区的 西进厂的 这个工厂 已经在招标了 这个是台硕 丽泽工业区 西进厂的 建厂的工厂 我们拿到这份资料 也给这个 提供这个资料的承包商 相当困扰 另外 我们还委托美国 一个国际环境保护协会 一个宜然人的子弟 简中松在美国 帮我们审查了台硕的 这个环境想评估报告 德国沙所提出来的 审查意见 对台硕非常不利 前天 我们接到这位 简中松博士 从美国打电话来 他在美国接受 受到台硕 派人去恐后 还有去骚扰 那像这么一个 台湾最大的企业 竟然用这种 不公平的手段 而且我很抱歉 王董事长 我要说 这种咒风 激进这种流氓咒 咒风 我们觉得实在 非常惊讶了 所以说 台硕的这种保证 诚意呢 老实说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相信 台硕能不能够 在宜然设厂 我们待会 还有很多的问题 可以在面对面的 进行沟通跟了解 我们稍后 再继续为您进行讨论 台硕能不能够 在宜然设立六亲厂 我们接下来 想请教王董事长 刚才陈县长在他的上一段谈话里面 特别提到两个比较重要的观点 第一个他认为是说 宜然县可以让全县的民众 进行一个所谓的民意测验 来了解一下 是否会欢迎台硕 那么第二个他刚才 这个里面特别提到的一点 就是在美国的 说接受到这个某种台硕的这种 或者是恐吓 您刚刚用的是这个词 我想这两点 是不是请董事长 做一个澄清 假如这个是为了宽景来反对的话 就是对 但是我刚才拿到这种照片的各公益 看 现在问题是怎样子呢 我们人 你要问凯兽 在宜然县 社长的话 你要要求什么条件 你能不能做到 这个是最重要一点 你说结果是 这个委托那个是 那个米国那个简先生 写的那个报告 这个报告呢 我看过了 他这个报告啊 我们可以公开 我们也以为是可以公开的 这个报告呢 根本啊 不适于这个站在 这个环保技术阵员 根本就没有资格 然后没有资格 为什么这个是陈县长呢 怎么不 不要这个拿这个是 世界先进国家 所有对这个是 就是理解厂的 这种这个环保保护的条件呢 拿出来 要求抬售 你能不能做到 应该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是 现在在售的话呢 现在在这个苏联 一下子改室所 这个这个立节厂 欧兰现在也要做了 这个是日本 有两只这个旧的东西 好几年没用 现在因为公布允许 又出来修正 又要开了 其他美国也有 英国也有 所有的国家 现在都要开始了 我们贾力这个是 微环地 二文地 那有什么话讲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这个 陈县长 您刚刚提到这个所谓的这个 有一个在台塑 设立这个六星厂的时候呢 您过去主张 是不是要设立这个 环境的这个权力金 那么您提出这个主张 是根据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先例 让我对王董事长刚刚的话 做个说明 简中松博士是台大土木系毕业 台大土研所毕业 美国欧海欧州大学的这个环境工程学博士 现在在美国 休斯顿 主持一个专门防治水污染的一个工程顾问公司 他是污染的防治专家 这个我想他非常有资格 来看看台塑的这个污染防治计划 那王董事长提到说 苏联 荷兰以及其他国家也都在发展石化工业 今天世界上并不是说不能发展石化的上游或中游工业 要看地方了 看受得起受不起 宜然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地形 在宜然设立石化工业 这种重污染性的石化工业 就等于像在一个密布通风的 而人很多的小房间里面吸烟一样 在美国 那么地广人稀 休斯这个德克萨斯跟路易斯安那种地广人稀的地方发展时 这个盖这个新有列阶场 那就像类似在一个人很少的旷野戏烟一样 所以说这个条件不同了 总之 宜然县地形上本身不移 在产业的结构上本身不移 最重要的是 上面所给我们界定的角色 不是石化工业 台湾有很多石化工业的专业区 台硕为什么不到那个地方去设厂 那有关这个环境权利金 在日本有限利 日本有电业三把 那台电也有意识要在苏澳硕立火力发电厂 宜然县政府就是为了台电火力发电厂 先提出一个10%的环境权利金 那台电呢 也因为县政府的这个要求 所以认真的在考虑提出了一个办法 像报金